一对阵ZC的第2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其实这个红蝶我是没想到的 因为我觉得他会掏记录员 记录员上线会更高一点 因为红蝶打这套阵容也不是特别好打嘛 抓人也不会有多快 然后呢又空不了场 但是后来一想 对他们第一局8比1 然后呢这边上半场打了个平 这个局保个平 好像也能接受啊 保个平的话 等到第三局是不是拿脚打 8比1的话 我觉得我上场都可以 不就留一个嘛 这个好像留一个不太行 我这留一个不一定留得住 算了算了算了我还不上了 下次等到10比0的时候我再上吧 看一下这边前期的看探员 会不会来搞一手呢 因为我刚刚看到旁边有个身影 不知道是不是看探员 我是大副那没事了 也就是说让这边杂鸡自己溜 杂鸡你别说还溜的可以啊 已经60多秒了 第一刀才吃上 然后呢这边红蝶的话呢 杂鸡你你飞过来 我杂鸡这边跳球 然后给你拉开身位 最终他逼出这个闪现 我觉得球者这里 平局差不多就有了 后续的话呢得看看探员 哎完了是闪现 还好这边的话 没有什么点位 是可以让这个杂鸡进去进行交互的 这闪现明显交的有点着急 红蝶也知道自己这个局 他因为他有一个后半段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就是这个看探员 就是比如说大副救完人以后 看探员跟大副是一起来的 看探员就直接数字三连 断你节奏了 三连之后呢 这边杂鸡如果拉开一个很远的点 待会再找调酒师喝口酒 局就翻了 局就翻了 来我们看这波怎么打吧 这波的话看探员没有过来 大副一个人过来 大副怀表都不摇 我大副不需要怀表 无伤救人 这波救人 这波救人绝绝子 这波救人 我感觉这大副跟AI一样的 就站在那边 一刀隔窗刀打中 其实我觉得 ZC他们这边是不是打的有点 求稳啊 看探员没过来吗 看探员这波其实是可以过来的 我觉得看探员这波要过来 但看探员就最后一波过来 最后一波过来 他就只能打一波吗 你这波先过来打一打 对不对 这波没打成 下一波再打 因为红蝶是不敢打你看探员的 看探员过来 红蝶你敢打一刀吗 除非他打一刀 确定能取消插刀 他打你刀 一个插刀 这杂鸡就拉开了 对不对 而且他打你一刀 你继续磁铁打 这人就保下来了呀 所以说我觉得 穷者这边 他们要打得永一点 其实应该是两波都要来打的 而不是说就打这一波 打这一波 万一你这波没打到 或者说红蝶 切个金身保平的那种 你怎么办 这刀追这个大富吗 要出事情了 来了 数字三连 刚还说这边穷者 吸爱对 你看这数字三连多恐怖 第一波其实就应该数字三连的 这边的话 红蝶 一个蝶飞 这里是断了一手 杂技的话 这边 调酒师当然也不太好过来 刚才如果调酒师 能够给口酒就更好了 一个蝶飞飞上来 杂技这边的话有个飞轮 看着飞轮 晃 哎呦我去没了 看大员东西已经交完了 过不来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到 就是他们其实打两波会更好一点 打一波我觉得不一定就够 如果能打两波的话呢 我觉得机会会更大一点 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劣势 他们是不能接受这个局保平的 就你这个局保平就得慢性死亡 就甚至刚才这边 我觉得调酒师都可以过来 看大员素质三连 调酒师这边直接灌酒 打的英勇一点 看看你们的对手 ZT是怎么打的 他们在这 这两只队伍呢 打法上面就截然不同 一只队伍呢 打得非常求稳 这边取了个插刀 一只队伍呢就豁出性命 跟你干的 真刀真枪的干 三人开门战 真三跑 理论上面来讲可能性不高 因为这红蝶是有闪现的 这个闪现一定得到开门战 红蝶已经完成任务了 红蝶已经完成任务了 机子压好了 这里的话 看怎么就一波吧 三人开门战 三跑 勘探员一块磁铁 一个飞轮 还是挺难的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这边调酒师 吃一刀 密码机 点亮 拉开 回声传回去 大副交怀表 勘探员 地窖在哪里 主要看地窖在哪里 地窖就在这边 哎呀 这个飞轮没交出来 这个飞轮交出来 先躲 绕 好像还有点说法 大副这边的门能开吗 大副要不要再来救一波 门好像开不了 大副 门开了 但是倒了 等会儿 这调酒师赶过来 来不及啊 这红蝶还给他三杀了 这波怎么说呢 他们打的真的太 中规中矩了吧 大副这边开门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 就讲道理 他们应该是大副要考虑 再去救一波的 再救一波这个勘探员 就顶着怀表 把这个勘探员救了 拿命宝什么的 可能才行 因为我觉得这边 考虑分数的话 他们是完全没办法接受 这个局是个平局的 那更别说现在是一个 这不会是个四杀局吧 这红蝶 要四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